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看完《无人知晓》这部影片 整个人的心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有最初的压抑、愤怒 最后转为深深的无奈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内心的无力感仍旧久久不能散去 片片是根据日本真实事件 七朝鸭七英事件改编 影片开头 妈妈惠子带着儿子明前来拜访新房东 回到家后 他们打开行李箱 里面却钻出两个孩子 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由于混不进来 只能半夜偷偷进门 原来惠子是一个单身母亲 自己的四个孩子都是自己和不同的情人所生 并且这些孩子全部没有户口 这也是惠子 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 教孩子带进出租房的原因 惠子从不允许孩子们出去玩 活动范围只能在出租房里 甚至阳台也不行 因为如果被房东发现这些黑户孩子的话 他们就不得不寻找另一个家了 可是即使不能出去玩耍 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 孩子们也从无怨言 每个孩子脸上都养溢着天真幸福的笑容 因为只要一家四口能在一起 能和妈妈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但是母亲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 抛下了孩子们 从此12岁的明扮演起了家长的角色 每天照顾弟弟妹妹 因为年龄太小 没有经济来源 孩子们的生活十分窘迫 虽然母亲回来过一次 但也只是留下了一些 为数不多的钱后就走了 甚至连跟孩子们一起过圣诞节的承诺 也没有实现 明和弟弟妹妹的生活也越来越窘迫 只能每天吃超市好行哥哥 施舍的锅气食品 在对水断堤后 只能去接公园里的水 明的心灵似乎已经崩溃 他无法再坚持下去 他不再收拾屋子做家务 或许是由于颓废 或许是口旺友情 明整日在房子里和不良少年打游戏 期间 他还认识了一个不合群的小姐姐 他为了帮助明 选择陪大叔唱K赚钱 但被明拒绝了 生活不止眼前的口气 明的妹妹不小心摔倒后 却逝了 他和那个小姐姐 将妹妹埋在了异常的草坪里 迎接精神的威光 坐上了回家的订车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孩子们的结局 残忍得多 意外确实的妹妹的原型 其实是被哥哥 和一同打孩子的坏孩子踢死的 而事件的曝光 也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孩子 尸体腐烂在家中 可见当时的孩子们生活有多恶劣 然而生活的折磨 已经是他们顾不上这些 甚至使他们变得冷漠 残害自己的姐妹 但这部影片 却没有将这些表现出来 虽然现实已经让人绝望 但是导演依旧想表现出可能的希望 孩子们虽然被抛弃 但依旧坚强 再加上这部影片的拍摄手法 让人觉得生活要有光 也使人觉得更加温情 然而这才是真正让人心疼的地方 他们已经尽力克制自己的绝望 但在温情的沉托下 却又是那么的赤裸裸 他们需要有多强大的内心 才能相互支撑 走过这段 或许可能还要持续很久的日子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